主席,各位官員,還有委員,大家午安 主席,有請我們江部長 請部長 陳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可能剛剛大家講的都是 社會福利灌水的部分,說沒有增加 有增加 可是本席比較重視的就是這些福利服務的項目 官福利服務項目就減了一百七十三億 兩萬一千九百七十五元 我最重視,你一個社會福利的服務沒有展開的話 還談什麼叫做社會福利,是不是? 部長 那這樣子減這麼多 而且細項裡頭呢 是針對著這些弱勢中的弱勢 再減 你們把這個細項裡頭呢 比如說老人弱不弱勢 現在長照 你們不去檢討那個 那個方 那個政策的錯誤 反而去把他減掉他的經費 你將來的長照怎麼樣來實施 減掉七億 然後低收入戶的補助呢 你也減掉七千五百 七千五百多億 然後呢 再馬上關懷專案即任就是 減掉兩億三千九百多億 老人的推展福利服務 我剛剛講了,減掉快七億,六億多 那麼身心障礙的服務 機構的服務呢 你們也減掉快到六千多億 六千多萬 身心障礙機構的部分 齁,是本席最最關心的 為什麼 已經是不夠了 為什麼還要減 現在有多少人等在家裡 要進到機構 你們不去開拓機構 而且反而來減少這個經費 然後讓機構經營 沒有辦法去來收容這些身心障礙者 這樣對嗎 這樣你等於是置他們 你死地 部長 我想 你對這個部分又是不清楚了 是不是 向委員報告 那兒童福利 兒童的部分呢 也減掉 七億多 快八億了 八億多了 這個是政策的錯誤啊 你們不去檢討政策 條件那個規定的錯誤 而且 一昧的去減少 他的經費 你用經費來卡服務 這個是内政部的 這個整個馬政府團隊的 的態度嗎 我真的不曉得這些 我真的不曉得這些 國民黨委員一直講說 夠 而且有增加 我不知道要剪在哪裡啦 我真的是很生氣啊 這個是部長 你要了解一下 你要深入去了解一下 確實是每一項都剪 而且是救命前 你們都把它剪下來 能否向委員報告每一項的情況 謝謝委員 您剛剛所關心的 就是弱勢的這個團體 我們弱勢團體在今年度 有簡列的包括像這個 老人 兒少跟身心障礙 但是相對的 我們有增加了 包括低收入婦 婦女 農漁民 勞工 跟農民 我們整個就這些對象的 增典情況 你先不要跟我講勞工 我現在針對的就是 低收入老人 身心障礙 兒童這個部分 你們就是減啦 每一個都減啦 我們整理出來啦 補長你沒看過這張 我們要從這張給你看 有 包括委員那張有看到 但是那張是片面的呈現 等於把家的項目都不講 然後都講減的項目 所以我剛剛特別跟委員報告 如果就那個對象 你家的數目 我看不到你家在哪裡啊 我只知道你減 減的部分是呈現在數據上面 我現在不跟你爭這個 你剛剛說核實 核實表示什麼 你用九十六年度的標準去核實 社會福利可以核實嗎 你們的行政費用 你們的馬英九的這個 這個國務基押會 那個都增加啦 那你那個才去核實啊 這個社會福利不能核實 還有你剛剛 還有你剛剛 我要回你要下台負責 是不是 是 我跟你講 這是五院長允諾我們的 是五院長的 你說這樣就沒對 五院長要下台啦 包括你們全部都要下台 好現在我想請兒童局 是委員好 啊局長 你的那個保母托育管理 跟托育費用補助實施計畫 今年被減了八點九億 你知道原因在哪裡嗎 呃跟委員報告 這個計畫當時是因為 他是一個新興的計畫 九十七年度才開始實施 那在編列九十七跟九十八年度的 預算當時是沒有實際執行數 可以來參考 所以當時是依照說 我們未滿兩歲孩子的幼兒人數 以及加上婦女的勞動參與率 還有家庭的那個總收入 排付條款的那個人 家庭數 還有送托率來推估的 所以當時推估 你們推估的九十八年到九十七年 怎麼只有七百四十件 怎麼只有七百四十件 你九十七年九十八年 已經是落差這麼多了 你九十七年 一萬兩千多的孩子 你總見數 九十七年總見數 六萬九千五 那麼九十八年呢 五萬五千八百六十 減掉 減掉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件 平均數啦 我說每一個月減掉七百四十件 每一個月 我們現在的一般 這樣的質詢力 原因就是說 你在一般家庭的補助 一般家庭一百五十萬收入的補助 也是三千塊錢 他一個月 一百五十萬收入 一個月就是十二萬五千元 那你一個月四萬塊的家庭的收入 也是補助三千塊 對 那你現在 那你這樣就是不公平嘛 現在呢 白天的托育差不多有一萬三嘛 那扣除 扣除這個三千塊的話 你看這些 收入一百五十萬的人 他只付他的薪水的百分之八 就夠了 可是呢 在收入四萬塊的家庭呢 他要拿薪水的四分之一 他還要再補一萬塊嘛 對不對 每一個他還補一萬塊 差不多白天 我現在順白天一萬三的話 這樣子 這樣子公平嗎 你這樣子補助不公平嗎 你收入一百五十萬的 跟收入一個月收入十二萬五的 跟一個月收入四萬的 補助是一樣多喔 如果說有已經落到那個貧重線下面的話 他其實基本上 貧重線那個又另外 我現在跟你講的是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家庭 一般的你們這樣補助也不公平啊 一般的家庭如果在年收入是一百五十萬以下的家庭 你們算他平均收入多少 一個月收入多少 才算低收入戶 你們現在這邊計算的 台灣省是九千八百多 好那你低收入補助他五千對不對 對 那他還要付七千六百九十二塊喔 他一個月才一萬多 要付七千六百九十二塊 他當然是沒有辦法去把小孩送出去啊 他自己帶啊對不對 所以你們的這個政策錯誤喔 要去檢討 而不是一昧的把這個數據 把他經費把他減掉 對不對 我跟委員 局長你解釋這個啦 我跟委員報告齁 基本上這個整個的補助實施計畫 他對於托餘費用是部分的托餘費用的一個補助 那他會考量整體的我們的國家的補助 我覺得齁部分會用這樣沒有辦法實施你這個計畫啦 三千五千你是要怎麼去叫人 叫人家再出一萬多塊 再拿一萬多塊 其實低收入戶哪有辦法這樣子做 為什麼不用吃都不用吃 針對低收入戶 那你們還說要促進就業 低收入戶的部分 他是在一般縣市政府針對低收入戶的 托餘的部分他還有另外的補助啦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是針對全面性的 我們為了要鼓勵婦女就業 我們為了要照顧 這樣子可以鼓勵婦女就業嗎 你只有補助五千塊他賺了一萬多塊 他不如他自己小孩自己帶嘛 對不對 他出去就業幹什麼 出去就業他都不用吃 這樣不行啦 那個小孩要往哪裡擺 所以你們這個補助齁 要去檢討這個補助 這個計畫是民國九十七年 所以你現在齁 現在每一項 每一項你們剪都是用這樣的方法在剪 好啦 你政策不對 你的補助方式不對 所以造成你剩下的錢那麼多 那你就把它那麼多就把它剪下來 阿阿伯都不用做了 你現在剪掉八億多 你以後要怎麼做 所以呢 還有你們你看最可惡的就是說 你們把公教人員 你們今年的七月九號召開會以後 你們把公教人員齁 的部分也把它補上去耶 而且補 你說哪一邊不能領 那個如果他在那個 有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會停掉 我們都有跟勞委會 勞保局那邊去做 那你何必 那邊就有啦 你何必再去把它改為公教人員 你是怕這一筆預算用不掉是吧 要不然就把它改為公教人員 要比照那個福祉五歲幼兒教育計畫 那個那個那個東西齁 家庭經濟狀況來 不同的額度齁來補助啦 要把那個家庭經濟狀況不同額度 要把它改變這個計畫的補助標準 好不好可以嗎 可以我們回去研究 對因為現在齁 小孩很多都是父母啦 祖父母啦 或者是其他人在帶 你這樣子規定這樣的話 你永遠這些錢用不出去 不是說沒有需求 你們內政部在規劃政策 要用需求跟數據去規劃啊 你現在造成這種不公平的現象不打緊 反而是把一些需求把它砍掉 再來砍預算把它砍掉 你都不用做啦 那什麼都不要做啦 你這個整個社會福利算也不用做啦 對不對 好啦部長 這個部分齁 我再說一遍啦 細部的部分齁 你不要說沒有檢 有檢 我這一張會給部長看 還是有檢 謝謝